直到听见雅丽痛苦的叫声 才明白熊猫母子分离有多痛苦 这是雅丽和孩子分开时的哀嚎 她明白这次分开就再难见到 痛苦万分却无能为力 雅丽一直都是母性很强的大熊猫 无时无刻都在关注孩子 轻轻将孩子放在怀中 用上下起伏的肚皮把宝宝哄睡着 随即温柔地抱紧孩子 即使已经非常疲惫 也不曾把孩子放下来 躺在地上也要将孩子放在胳膊上 生怕幼崽碰到地板冻着 在雅丽精心的照顾下 幼崽们大了不少 如果说谁是脾气最好的熊猫 雅丽一定榜上有名 乖乖幼崽成了熊孩子 雅丽依然十分宠溺两个小家伙 为耐时间过长 要算被动 但雅丽抓紧栏杆依旧坚持 当然偶尔两个小家伙 也会和妈妈一起打闹 雅丽对自己孩子是越看越喜欢 无时无刻都想上去贴贴 可这温馨的一家三口 最终还是没能维持多久 七弟选中雅丽参与繁育 于是在幼崽们一岁多时 就被强行抱走 雅丽一时不能接受 对着门外不停的哀嚎 分离的痛苦看比弯心 熊猫雅雅和幼崽毛毛 同样被强制分离 还在哺乳期的雅雅 正是母亲最强的时候 无时无刻都抱着孩子 就算饲养员拿吃的 也不能轻易换走毛毛 然而即使这样 母子依旧逃不过分离的命运 当时的毛毛仅有六个月 小小的她根本不懂什么是分离 但还是会下意识地向妈妈靠近 可不管她怎么伸手撒娇 妈妈都没有像从前一样 将她抱进怀中 两熊只能隔着铁笼相望 雅雅难过地抚摸孩子 痛苦万分却无可奈何 毛毛不懂为什么 昨天还能躺在妈妈怀中 怎么今天就不行了呢 看到妈妈泪光闪烁 毛毛轻易地尚且安慰 虽然可以触碰到 但中间始终隔着冰冷的栏杆 饲养员虽然给了告别时间 但雅雅始终难以接受分离的事实 迟迟不愿意离开 最终在饲养员的不断呼唤下 雅雅才挪动步伐 进入早已经准备好的笼子 这次分开 就是真的再难相见了 即使不舍也毫无办法 母爱不分物种 希望所有大熊猫都能被善待